韩国人是会搞恋宗的 他们不仅搞出了海王海后大乱斗的单身级地狱 还搞出了遍地都是过七堂 主打一个爱人错过的换成恋爱 就在大家对恋宗表现出结束这场闹剧的情绪时 这一次换成恋爱的导演又攒出了一个新型恋宗模式 古科恋宗 那就是在豆瓣拿下了9.6高分的恋爱兄妹 说是古科其实就是带着兄弟姐妹参加恋宗的真人秀 似对兄妹或者姐弟的家人被关进了一个大house 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家人是谁 然后在这个设定下进行恋爱交友 这到底是什么离奇的设定 韩国人为了生育率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杨带着怀疑点开了视频 却一不小心深陷其中 不仅CPF们疯狂上头 没想到看个恋宗还被亲情攻击了类线 仅仅播出三集就讨论不断 被网友们放言可以直接颁奖 2024年度最佳恋宗了 对了 最新八卦 据说狗患当初也差点被恋爱兄妹的PD邀请参演 原因就是看到他穿西装的背影感觉挺帅的 网友看到正面就取消邀请了 于是才成就了现在的出圈爆款 兄妹一起参加恋宗 给恋宗本身增加了不少奇妙的buff 他来这里的目的没有别的 只是为了陪妹妹重温那儿时的欢乐时光 因为整天围着妹妹 女仪士成打转 观众一个不小心就从载亨和士成身上 克到了真实的兄妹情 为了让观众们更顺利地克到骨科 节目组也真的精准投喂了很多物料 你追 我跑 你在闹 我在笑 有一次抽纸条环节 抽到哪位女嘉宾的纸条 就要和她约会 好死不死 载亨一伸手就把妹妹的纸条抽了出来 弹幕一片惊呼 想看 似乎是提前预判了观众们的期待 载亨在后来的约会中 也是大大方方地挽起了骨科梗 姐姐允和女四 是个大提琴才女 她自己也是首尔大学博士毕业 属于高知家庭出身 表面人畜无害 姐姐面前软软糯糯 但是当郑谢在收到没人选择姐姐的结果时 整个脸部表情瞬间垮掉 因为她根本不在乎找对象这件事 完全就是来找姐夫的 哲贤的姐姐女二初雅 是个姐感的气质很重的女孩 让人一看就想要依靠 姐弟俩其实共有一种很清冷的气质 越看越像一家人 其他恋宗里 嘉宾不大会关心自己目标以外的人 而恋爱兄妹里 你总会在乎自己的手足会选择怎样的伴侣 她 她的幸福与否 有时候可能比自己都重要 在这种强悍的血脉连结中 姐夫猎人意外诞生了 包括却不限于 在以往的恋宗里 男女嘉宾总是独自出场 被放置在了一个真空的环境中 都抱着一种极大的企图心 每个人都在拼命展示着自己的光鲜亮丽 与众不同 仿佛在这里成为灵票选手 就是魅力被否定的象征 当一份极其确定的感情被握在手中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做自己的勇气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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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